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台湾人赴海外就业62.1万人 较2022年大增14.8万人 其中赴美工作近13万人 创下由统计以来最高 主要原因与台积电进行全球布局有关 台积电除了赴美国设厂 在日本也有雄奔厂 直接造成赴美、赴日的海外工作者增加 台大副教授辛炳龙说 台湾人到海外就业 大概是跟着台商的步调在走 最近跑的方向大概是到美国、日本居多 很多台商迫于一些美国厂商的压力去美国设厂 包含台积电 很多他的上下游厂商都去那边 就会带走一些人到那边就业 据报道 今年劳动力逐渐减少 部分年轻人又选择赴海外工作 台湾许多行业都面临严重缺工 尤其是需要年轻人参与的内需服务业 如何留住人才 同时吸引更多优秀的海外工作者 以成台湾企业当务之旗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川普2.0时代即将来临 台湾工商协计会理事长日前在一场活动上称 台积电去投资更是重要 这也凸显一件事情 就是台积电跟美国的科技产业绝对是合作 不是恶性竞争 他认为台积电没有抢美国生意 因为半导体设计还是以美国为主 台积电只做制造 只要看供应价值链 利润最高的还是在前端的IC设计 因此台湾没抢美国利润 只赚该赚的利润 半导体上下游合作关系没改变 对台积电也是好事情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厂 今年初将投入量产 月产能上看2万至3万片 半导体业界传出 由于美国制造成本比台湾高三成 加上AI晶片供不应求 台积电先进制程晶圆代工 将全面涨价5%至10% 半导体产业 分析师认为 台积电先进制程价格涨幅约3%至4% 其中 AI晶片产品代工价格将涨8%至100% IDC资深研究经理曾冠伟分析 苹果 辉达 高通等美系业者都持续下单台积电3奈米 为一应产能利用率满载情况 业者若要加单 必须以超级极建方式处理 再加上海外扩厂 涨电价等因素 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台积电会针对3奈米4奈米5奈米制程 不同类型产品调涨代工价格 调涨时间点要从今年手机出货的产品开始 AI晶片相关产品代工价格预计涨8%至10% 至于手机晶片涨幅则是低个为数1%至3% 整体而言 台积电先进制程代工价格涨幅约3%至4% 曾冠众之言 IC设计业者为了巩固自己在AI生态系的话语权 对此涨幅都可接受 因为这是合理的成本转嫁动作 海外媒体报道 台积电2020年5月份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的首座晶圆厂 也就是晶圆FAB21厂 在经过多年的建设之后 已在去年9月份开始采用N4P制程工艺 为苹果小批量代工A16仿生晶片 而从海外媒体最新的报道来看 在代工用于iPhone14 Pro iPhone14 Pro Max 即iPhone15和iPhone15 Plus所需的A16晶片4的多月后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首座晶圆厂 也已开始为苹果代工Apple Watch所需的晶片 海外媒体是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 报道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 已开始为苹果代工Apple Watch的晶片 不过它并未透露是哪一款 而海外媒体认为是S9 Apple Watch Series 9搭载的就是这一晶片 据科技专栏作家Tim Copan称 台积电现已开始在其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FAB21工厂 生产苹果的S9系统及封装SIP晶片 此前该公司去年在该工厂开始生产 用于iPhone15和iPhone15 Plus的A16仿生晶片 S9于2023年底在Apple Watch Series 9中首次亮相 基于原子A16仿生晶片的处理功能 这两款产品均采用台积电的4nm工艺技术生产 这意味着苹果扩大了在美国的生产足迹 除了iPhone系列 其用于Apple Watch的S9晶片 正在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工厂生产 这种共享的技术基础 使台积电能够有效地调整其亚利桑那州的生产线 以适应S9和A16 虽然Apple Watch Series 9线已停产 但S9晶片仍在同时推出的Apple Watch Ultra 2中使用 海外媒体在报道中还提到 苹果并不是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目前唯一的客户 除了代工他们的A16和S9 台积电也在这一工厂为AMD代工去年推出的Ryzen 9000 当然海外媒体在报道中也提到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首座晶圆厂 目前还未全部建成已经投产的是EA阶段 目前的月产能为1万片晶圆 在EB阶段建成投产之后 工厂的月产能将提升到24000片晶圆 台积电除了美国厂即将正式投产 其欧洲厂也开始建设 德国总理肖兹去年8月与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一同出席台积电欧洲厂动土典礼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 英特尔就宣布延后在德国的建厂计划 美国财经媒体报道 这对想将德国打造成欧洲晶片大国的肖兹政府来说 是一大打击 报道指出 肖兹政府想将德国打造成欧洲晶片大国 在台积电德国厂动土时 这份野心一度势不可挡 但不到一个月后就产生电量 德国积极拉拢英特尔建厂 英特尔却因先进晶片计划出现问题而言后 使德国对晶片的热情遭到毁灭性打击 虽然英特尔一再挂保证继续在德国设厂的努力 但随后却宣布停止在马德堡的300亿欧元投资计划 该厂原预计在2023年动工 前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曾宣称 英特尔将在德国生产最先进晶片 许多业内人士却认为 该计划基本上已经终止 报道认为 肖兹政府现在只剩下台积电 与英费林 恩智普和博士一同打造的欧机电 ESMC 但台积电不会在台湾以外 生产其最先进的晶片 这也意味着 肖兹想在晶片制造领域出头 仍难以实现 据悉 德国官员们正在寻找替代方案 追求的目标之一 是邀请三星设厂 但根据了解 三星目前尚未表示 有兴趣扩大在欧洲的生产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